大家好,我是枝干安 现在都8点钟了,大伯还没过来 腊肉的第一把火大伯说让它来熏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火候要长红的好 就是火候不能太大 那我现在就把准备工作把它做好 这些都是茶树材 我煮一下 下面都是没有假动 这里就把火牛片给了 煞肉的按摩 我们这些 cambiar点 我们太开了 성공 找了一些萤火材 呃这些都是干材啊 那就等大伯过来生第八号 我说怎么那边听到有砍材的声音 原来大伯 伯伯 哎 我们这儿那用白树叶需要 我们在里面我们要配合 呃 那些外甸的口味嘛 跟我们在里栽的 别哭呀在这儿扣起啊 哦大伯说要迎合外甥人的口味 然后用柏树叶 我们这边都不用啊 我们这边都是用茶树 还是背外的嘛 嗯 我说早上去捡材 怎么听到有人砍材的声音这么早 哇这么一盆起码有 呃至少七八十斤 呃 呃主要就是太宽太大了 在山里面根本不好走 呃我们这边用柏树叶熏腊肉的比较少 呃一般舍得的就是像这种用茶树材 呃用柏树叶熏大伯说 就是完全为了迎合外甥 朋友的口味啊 但是他说不会 呃放的很多啊 就是说稍微加一点柏树叶 呃就是让里面有一点那种香味进去就可以了 把钢全部捋在这边来啊 好 咱们一样 嗯 嗯 咱们这还有 两块油啊 等 事要送够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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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刚洗了之后 然后就摆在这边 12个杠 围墙这边 可能还要重叠在一起 放才能放得下 小伙 你伤好一点没有 小伙 眼睛下面被什么抓伤了 这个送小伙吃了 小伙受伤了 小伙过来 我这送小伙吃了 大伙你也听话 来来小伙 小伙还不敢吃 来来来小伙 虽然是你长得难看啊 旺财 你们都来了 我说了这送小伙吃的 眼睛下面已经浮肿了 被什么抓伤了 这个小伙野的 不好意思 大伙小黑 旺财 他是伤员吗 是不是 让他吃 还好 他们都不追着去 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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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你大哥大 你是大姐大 不错不错 这个旺财想追着去 旺财你可别去 你追到那里去 他欺负你 我可护不着你 现在开始熏第一把火 下面我已经放好茶 蔬菜了 大黄 以后晚上就睡上面啊 上面就靠你了 太阳都出来了 摆树叶啊 只是用少量 主要的还是以茶树材为主 但是我坐上的 坐上的 外边的糖 就能调出去了 就能调出来了 现在人起来了 嗯 这个盐是 把它慢 我再过去 还要喝点 还要干净糖 还要喝点 喝点 还要喝点 多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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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喝点 我早就够不够 喝点 上面再放茶树材 上面再放茶树材 眼泪都出来了 摆树叶上面放的是茶树材 以茶树材为主啊 摆树叶的话就是加一点点 这个小虎真的是 小虎谁又惹到你了 烟雾啊 因为上面开的是有通风口排汽水的 所以烟雾从上面排出来 今天这个天气又是一个好天气 12个缸也全部洗好了 呃 如果这批腊肉大家反馈好的话 就再训一批 烟雾开始变小了啊 然后的话 现在柏树叶就这一点了 嗯 现在主要就是用茶树材 茶树材它在燃烧释放的烟雾中啊 它含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呃 所以的话 在熏制的过程中 它的香味的话 就会渗透到腊肉里面去 呃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 一定要用茶树材来熏制腊肉 现在娘建房间和亭子的距离 呃 亭子的话就是大伯卷尺伸出去啊 要建的宽一点 以后吃饭的话就在这上面的亭子 呃 这边的话就是建一间房间 呃 我和大伯正在考虑啊 这个树啊 千万不能砍 呃 大伯那个地方就是建客房了 不是客房 是给大伯煮的了 呃 这么宽 几米啊 那边 这里来的 那边 那边 那边要走的了 我我打开看 有点宽 三米九 三米九 三米八 三米八 靠把那边打了 嗯 灯子尽量大些 因为以后起饭啊 火炸都在灯子里的嘛 亭子就在这外面了 呃 往大伯那边建出去 煮饭的话就在这里煮饭 对 呃 上面的话要打一个瓦棚啊 搭下来 呃 因为煮饭的时候怕下雨嘛 呃 这里就做一个大门 大门做好了之后 呃 那边是房子亭子 两边都是围墙 然后整个就是一个庭院式了 大黄和小白晚上是最累的 所以 我这么轻轻叫大黄你就过来了 又爬 又爬 好好好给你特权以后允许你爬 呃 到时候这里建了房子之后啊 他们就过不去了 啥 呃 王财 你这个尾巴今天摇的不给你 啊 对对对 再给你一点 我都是10个嘛 对对对对对 1 2 3 10 给你9个嘛 9个嘛 9个 9个 这个小虎真的是 嗯 又叫了 所以他们追着出去了 呃 现在这样上面啊 都是小烟雾了啊 慢慢去呢 小虎回来 这个小虎有点管事过于了 我叫小虎回来 你回来干嘛 哦 小虎对了对 回来回来 小虎 山里面有人摘山货 挖山货很正常嘛 你怎么老是这样呢 吓唬别人呢 你看你脸都被什么抓伤了 小虎一叫 小黑第一个冲过去 虽然不能叫了啊 但是 这种警惕精神啊 还是保持着 大伯在洗袋子 这个下子放大了 没装什么也好啊 哦 这是上次就是放在尖上嘛 垫肉啊 就是猪肉 背书垫书的 那的 下巴一块羊哦 哦 旺财 尾巴再摆好一点 我要看一下小虎的伤 到底怎么样了 小虎 都被抓烂了 对方够狠的啊 对着你眼睛抓 这个小虎真的管事太管事了 晚上白天只要有一点动静 怕他冲出去 他一冲出去了呢 小黑这紧跟起后 还有大黄 又爬 好好允许允许你爬啊 这些鸡现在也都全部到这上面来了 下面都不敢去了 因为人在这上面嘛 那是12只小鸡那一窝 152 你这个桶帅要做好 啊 现在是下午了 垫肉熏的差不多有半天了啊 我们去看一下熏的怎么样了 现在就是用茶树采了 摆树叶的话就是每天啊 熏一下下就可以 哇 这里边眼睛都睁不开 这边挂的是腊肠 猪脚猪土在中间 然后大块的肉在中间 小块的在两边 现在就是采取慢熏的方式 全程就是慢慢熏 99%以上全部用茶树采 不能脱离我们香西腊肉的本质 就是1%嘛 就是用白树叶了 要不要给我去订你 这个旺财现在嘴巴和小白差不多了 好了 那你们就在上面啊 我去订你了啊 给蔬菜去上一点肥吧 萝卜也该输一下了 因为当时是用的种子嘛 太密了 然后手拿进去蔬菜后面 哇 把垃圾焚烧一下 之前的话 全部是拿到村里面的垃圾池去 太麻烦了 我这里离村里比较远 做出日本的粪子 将来的粪子 全都煮了 所以我用这个粪子 这件粪子 每个粪子都放三个粪子 现在温度还比较低 垃圾都放了好几天了 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些落叶就是很好的引火材料 当时搞错了 应该垃圾池建到地里面去 一来这些灰方便返还地里施肥 二来也更安全 山里面温度很低 基本上天气一八 报我们县城的温度 而我们山里面的实际温度 比我们县城的温度 都要低个三四度 甚至四五度 白摘的种植料 它迷水 过几道也都迷水 最后摘一道 摘一摘 它萝卜还不是一样的 香菜里面就发 它是放迷水了 今天菜有点香菜萝卜嘛 白菜嘛 白菜啊 嗯 呃 种到太迟了 所以的话温度太低了 现在白菜的话都不见长 呃 之前种了两次 都被鸟和鸡吃完了 所以后面补种的 香菜也香啊 香菜也香啊 这个香菜我很喜欢吃下面的根部 啊 叶子当然都好吃了 那回去 下油渣 喝了一桶萝卜 白菜 还有一点香菜 大伯爷去上面烤房了 今天他一天都没离开过烤房 那现在我洗菜 今天的食材有 姜蒜 青红椒 油渣 白菜 萝卜 香菜 青红椒 姜蒜 反正只要带一点荤菜的 姜蒜是少不了 油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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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油渣 其实下小菜啊 很香的 好香啊 这种 香菜 香菜我以前其实不吃啊 后来吃过几次之后 哇 感觉到好香 里面有白菜 香菜 萝卜菜 萝卜的叶子 OK了 吃一块 它明天很浓 浓浓的 看起来 这蛋有那么黄 我就是这么的 金子酒就是这么的 我看他们跑 都是这么多颜色 我给他们在网上 发出这厚红的红绿 这种金子酒还是吃起来好喝啊 香菜 香菜我最喜欢吃这个根的 油渣 油渣的味道 融入到这些小菜里面去了 吃起来很香 这个油渣和小菜一炒了之后 这样一吃的话软软的香香的 就吃起来 把鱼刀拿出 来 不吃起来 我吃完 你不要扔到 不扔 不要的 你扔到 你扔到 鱼垃圾 扔的话 我给你扔到 过来你扔到 你扔到 军中阿部帮忙搬着 专门可以搬过来 你就把垃圾拿到这里 可以啊 够钱我也想不够 要的你去垃圾 垃圾就不得 要不然跟着是货 是吧 这个 要等我 你拿下来我猜好些 可以